英國凱特王妃釋出最新影片 宣布完成化療 提到這九個月非常辛苦 康復之路還很漫長 預計年底前回歸部分王室職責 中國歐盟關係因加征關稅變得緊張 中方邀請非歐盟成員國的挪威首相出訪 有意與挪威共建兵上絲綢之路 發展北冰洋航道 習近平與西班牙首相會面時 表明希望提供公正公平的營商環境 美國加州森林大火上週延燒至今 燒毀近300個台北小巨蛋納的面積 相鄰的內華達州也傳出野火 火勢控制程度仍為零 南美也遭助容 玻利維亞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資深男星詹姆斯 埃爾瓊斯 為星際大戰電影黑武士 獅子王木法莎配音而為名於世 曾獲艾美獎金球獎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傳出世事想其瘦93歲 寒流魅力席捲全球 國際各大知名品牌紛紛找上寒星代言 從Blackpink、BTS、SPA到Stray Kids都被國際大牌簽下 紀錄片也真實揭露養成K-POP偶像心酸史 歡迎來到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我們全球新聞選擇的頭條是一個大家關注的名人 公眾人物不幸罹患癌症 那麼在選擇對抗病魔乃至於康復的過程中 要不要公開是個人的自由 而英國的威爾斯王妃凱特今天公布的影帶 讓很多人看了安慰又感動 他在元月接受腹部手術 三月宣布開始進入化療 而在9月9號他公布的這個最新影片 記錄了全家人在大自然當中享受天倫之樂 他也在這個影片裡面告訴大家 自己終於結束化療了 接下來好幾個月他會努力的重返岡位 履行王室對民間的很多義務 在這個影片裡面很多人看了 覺得最為他欣慰的是他三個兒女 轉眼都長大了 喬治王子11歲 女兒夏綠蒂公主9歲 還有6歲的路易斯王子 在媽媽身邊看起來非常的安心又可愛 凱特在影片中強調 距離完全康復 當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過去這9個月 對他們全家人來說都非常艰難 但公布這個影片 他主要也希望鼓勵所有的癌症病友 絕不要放棄希望 和丈夫王廚威廉與三個孩子一起敞揚在大自然中 威爾斯王妃凱特一襲象牙白碎花洋裝 宣告化療終於結束了好消息 11歲的喬治王子 9歲的嘉綠蒂公主 和6歲的路易斯王子 也和大家打招呼 這段影片是上個月 一家人一家人在英格蘭東部諾福克度假時拍攝 陪上凱特王妃親自口述 她已經準備好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 盡可能參加更多公共活動 42歲的凱特王妃 今年1月進行腹部手術後突然消失了80天 引發外界各種揣測 3月她發布影片 對外坦承自己得了癌症 沒有透露癌症種類 但當時凱特臉色苍白 聲音虛弱 看得出她正為了龐大的壓力和病痛所苦 從宣布進入化療後 凱特就取消所有公開行程 直到6月在白金漢宮的陽台上 與王室成員一起參加國王查爾斯三世生日慶典 觀看閱兵儀式 7月驚醒現身溫網南丹決賽 由女兒夏綠地公主陪同 擔任頒獎人的凱特穿著紫色洋裝 看起來氣色已經恢復許多 如今再度現身帶來化療結束的好消息 英國民眾都鬆了一口氣 沒有凱特陪同的日子 威爾斯親王威廉出席公開活動總是行單飲之 上周她參觀了倫敦一家畫廊 透過藝術更了解英國各地無家可歸者的生活 威廉蓄著胡鬚仔細聆聽介紹 大多時間眉頭深鎖 偶爾才露出微笑 英國王后卡蜜拉同樣形成滿檔 走訪全國各地了解慈善機構運作 慰勞軍方或是發表演說 高齡77歲的卡蜜拉一間扛起王室旅行公職的重責大任 面對王室兩名成員 包括自己的丈夫查爾斯三世罹患癌症 卡蜜拉月初造訪新成立的戴森癌症中心 為病患和家人加油打氣 在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和休養後 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四月底恢復公務行程 出席公開活動和民眾親切互動 精神體力看起來都相當不錯 開幕剪彩儀式遇上小狀況 怎麼剪都剪不斷的彩帶 讓查爾斯開懷大笑 8號他前往教堂 因為這天是他的母親 前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世世兩周年的日子 英國王室也正努力一步步脫離各種陰霾 至於脫離英國王室超過四年的哈利和梅根 近期高調出訪哥倫比亞 宣傳兒哨心理健康網路安全問題 兩人受到宛如王室般的禮遇 我們的孩子很年輕 他們有三個五歲 他們很瘋狂的 但你最想要做的就是保護他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網上的環境中 我們知道有很多工作 我們只能夠成功成功成功 進入2024下半年 英國王室逐漸擺脫八卦的紛紛擾擾 隨著凱特王妃宣告付出 也讓民眾更加期待 接下來能看見主要成員回到崗位旅行公職 TVS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轉到美國 美洲的野火從夏天延燒到現在 這個煩惱始終沒有辦法解決 首先看的是美國的加州 聖貝納迪諾國家森林 從當地時間9月5號開始野火肆虐 這幾天火勢燒掉的面積 已經相當300個台北的小巨蛋 而且被迫撤離的居民有5000多戶 加州旁邊的是內華達州 也有森林大火 一直到9號下午 火勢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另外南美洲的國家是玻利維亞和秘魯 也被助容侵襲 現在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向外求援 希望火勢能夠趕快控制下來 猛烈大火燒得琵琶作響 灰白濃煙不斷向上竄生 5日起美國加州多地遭野火肆虐 橘紅烈焰在林間失控擴大 迫使近5000戶居民緊急撤離 洛杉磯東部的聖貝納迪諾國家森林災情最嚴重 火勢從上週四開始連燒數日不停 截至當地時間7日下午 野火已將約28.49平方公里的草地灌木重燒焦 受災面積超過300個台北小巨蛋 州長立即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 部分學校改為線上上課 尽管為了防毒火事 不斷在家旁邊增添新建材 加州這場火災仍已將大量民宅焚毀 野火不再是偶發 而成了經常性的事故 也迫使多家保險公司退出當地市場 許多民眾買了房子卻無法保活險 一旦祝融來襲 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家 殘遭烈焰吞噬 無法得到任何理賠 我們看到人們不可以獲得新的保險政策 像當你買到另一家房子 或移動到國內 我們看到有些地方 有極性的危機危險 極端氣候下 居民身家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脅 連日野火加上熱浪 導致當地氣溫急速飆升 洛杉磯最高溫一度飆到44.4度 讓滅火行動更困難 這個冬天是一個很長的熱浪 所以熱浪已經超過燃燃燃燃燃燃 導致它們非常吸引燃燃燃 導致它們更加快速 將會傳染火 截至9日下午為止 災情控制程度還停留在林 當局只能先行發布疏散命令 將上千名居民撤出家園 避免人員傷亡 连续爆发的野火灾情引起了白宫关注 官员表示中央会与当地政府密切联系 确保第一时间提供警销需要的资源 南美国家波利维亚也因连日森林大火致灾严重 7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截至目前该国已有380万公勤土地受到火灾影响 当局紧急向巴西智利等国求援 密鲁西北部近日也遭野火袭击 造成至少1人死亡 16人吸入烟尘中毒 当局已发布通知要求附近居民撤离 之后密鲁空军也会加入协助救灾 只是当地气温持续干热 消灭的野火恐怕还会再次燃起 DVP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在全球经济里面 关注的是欧盟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可以说是 双方关系非常紧绷的时候 因为欧盟要对进口的中国电动车开关税 11月拍板 这时候欧盟成员国之一的西班牙 跟非欧盟国的挪威 两国首相先后到北京 习近平都见了这两个首相 中国的官媒形容是欧洲为了加强跟中国经贸 因此有表态动作 甚至官媒报道挪威有望跟中国共逐 冰上丝绸之路 不过这两国高度关注的是乌恶局势 以及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欧盟在周一发表了欧洲竞争力未来报告 也着重在对于中国挑战的应对 在中方一队欢迎下 西班牙首相桑杰氏周日晚间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四天的中国访问 紧接着挪威首相斯托尔也在周一一早抵达北京 并且马不停蹄地前往钓鱼台宾馆 与习近平展开会谈 中方官媒声称 挪威首相在会谈中强调支持自由贸易 并且支持欧中加强合作 官媒还引述中国学者说法 称挪威并非欧盟成员 但积极发展绿色能源转型 因此在当前 欧盟计划对中国制电动车加税的情况下 挪威首相的到访让中国展现出 不受欧盟加税威胁 电动车仍能出口到欧洲非欧盟国家的态度 实际上从外部对影响欧盟内部的态度变化 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然而挪威作为北约重要成员 挪威的前首相史托腾伯格 更已经担任北约秘书长长达十年 今年十月才会卸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趟中国访问对挪威首相来说 更重要的议题还是乌尔战争 我们看到的 中国可以与很重要的努力 除了当着习近平的面 公开表示 中方在战争中对俄方的支持 将会对中国和整个欧洲之间的关系 带来损害 敦促北京不要继续援助俄罗斯之外 挪威首相还对新疆 西藏与香港的人权议题表达关注 更毫不讳言地指出 中国在许多领域对挪威构成威胁 因此在合作之余 挪威也会更谨慎地保护自身利益 挪威官方在会后发表的声明 清楚地记录这些分歧态度 但中方官媒把这些分歧全都消音 连习近平当面向挪威首相提供的 单方面免签优惠也完全不提 习近平在结束与挪威首相的会面之后 才选择与西班牙首相会谈 西班牙首相在会上同样高度关注 俄乌与以巴两场战事 在双边贸易议题上 西班牙也清楚点名 双方的贸易不平衡需要纠正 希望透过谈判解决分歧 但这些对中方来说并不悦耳的发言 也一概消失在官媒的报道中 中国和西班牙都是具有责任感 和使命感的国家 双方要胸怀全局照演长远 加强双边合作 拓展多边协作 周方官媒特别强调 这是西班牙首相相隔仅一年半 对中国的再次访问 并且提及中国当前已经开展的贸易调查中 西班牙的猪肉与乳制品已经入列 因此会谈中 西班牙表明不赞同打贸易战 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流 神话经贸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合作 比如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 尽管此前支持欧盟对中国采取的征税的措施 但是我想在考虑到它自身的经济力 以及到了中国以后和中方进入深入的交流之后 我相信它的态度和立场会发生变化 然而中方所期待的这些变化 却不一定会发生 因为在最新一份将影响欧盟未来五年大战方向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中 超过三成的篇幅都着重在中国以及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报告认为欧盟虽然仍然迎接中国投资 但必须发展出共同监管的机制 报告还建议欧盟每年应该增加至少八千亿欧元的投资 来提高自身生产力 以便因应中国的竞争 同时赶上与美国的差距 对于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增强对中国挑战的戒备 并且设下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家产业 中方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回应 商务部从今天开始 对于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这已经是中方在五年内第二次对加拿大油菜籽开刀 上一次是在2019年 也就是华为孟晚舟事件爆发之后 中国单方面宣告暂停两间加拿大油菜籽商的出口资格 直到孟晚舟获释后才解除限制 如今的贸易调查明显是针对加拿大上个月底仿效美国与欧盟 宣布对中国制电动车与钢铝加征关税的做法展开反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Focus的国际人物除了头条的英国凯特王妃之外 另外是与世长辞的美国演员詹姆斯·鄂尔琼斯 您看到他的照片就知道 其实他演的片子 他配的音您可能都听过 像七寿93岁 在《星际大战》和《狮子王》里面 他的声音令人难忘 《星际大战》的名导乔治·卢卡斯 清点他为戏中的黑武士配音 他本身也是优秀演员 一生完成200多部影视作品获奖无数 其实他童年患有严重的口疾 以至于他多年曾经不开口说话 一直到高中老师教他写诗 帮助他朗读 他才开了口 扭转了自己的人生 美国资深影星 詹姆士·鄂尔琼斯逝世 想骑兽93岁 观众很可能不熟悉他的脸 但只要听到他的声音 绝对不会忘 电影《星际大战》中的反派角色 黑武士达斯维德 就是由琼斯配音 戏中的黑武士是由另一名演员饰演 但导演乔治·卢卡斯认为 琼斯的声音更让人有不祥之感 因此指定由他配音 之后《星际大战》所有系列电影 琼斯都回归为黑武士发声 直到他高龄91岁 迪士尼影集《欧比王·可诺比》中的 黑武士仍然采用他的声音 琼斯也分享了 为黑武士配音的诀窍 琼斯的声音 美国几乎驾驭呼啸 当年只要打开电视看新闻 就一定会听到这三个字 美国电视新闻网CNN 邀请琼斯为新闻台的台呼配音 他只花了五分钟 却成为经典 琼斯低沉带有磁性的声音 适合演艺权威和专业的角色 他在电影《狮子王》中的配音 也深受喜爱 琼斯堪称美国最顶尖的声优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他其实患有口急 从小饱受嘲弄和羞辱 童年时期 他完全不敢开口说话 直到高中时 一名英文老师拯救了他 教导他写诗 并鼓励他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 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除了配音 琼斯也是优秀的演员 作品横跨电视剧 电影和舞台剧 琼斯透露 他在青少年时期 梦想成为陆军军官 最后也确实在电影中实现 在他首次出演的电影中 他饰演投放核弹的战机飞行员 受命对苏联进行轰炸 之后他也参与了 许多得奖电影的演出 像是梦幻成真 猎杀红色十月 爱国者游戏等 他也演出许多舞台剧 获奖纪录 不声美举 囊跨了东尼奖 爱美奖 金球奖和金像奖 2011年 他在伦敦舞台剧的现场 获颁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但一个演员的游戏 2022年 向他致敬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欢迎继继续Focus全球新闻 要来看的是88岁的天主教宗方济各 到了东地问 这是全球天主教占人口占比第二高的国家 那么同时也是全世界第二个最穷的国家 而东地问和天主教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 就是在他独立的过程当中 当时推动东地问独立的主力 是当时的主教 他跟当时的独立革命运动者 后来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就在东地问2002年独立的时候 由外媒记者所揭发 这位主教当时在提供印尼入侵东地问 造成血腥残杀 1000多人死亡的过程中 他庇护了许多人 那么他带着一位神父提供了绝佳的庇护所 但是后来揭露他曾经在庇护过程中性侵了两位男童 而这个神父更是性侵了许多当时他庇护的护士 妇女和女童 而从那时候揭露到现在 天主教廷一直没有针对这些恶行 提出任何对东地问人民的道歉 所以这次教宗到了东地问 他究竟会不会开口为这段历史道歉 非常引人关注 天还没亮 大批东地问民众徒步走向首都地利 这个小国面积仅约14000多平方公里 位在澳洲与印尼之间仅占地问岛的一半 经济仰赖出售石油与天然气 宗教上97%民众信仰天主教 一百三十多万人口中估计有七十万人要参加九月十日这场天主教弥撒 东地问民众称着白色黄色相间的伞 是教廷梵蒂冈白黄相间的国旗颜色 这是全球天主教比例第二高的国家 也是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上任以来 出国最远最久的亚洲四国访问行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站 因为四百多年的葡萄牙殖民历史 东地问多数民众信奉天主教 亚洲最穷国之一 东地问快卖完了自己的石油与天然气 农业为主的经济需要尽快多元化 谈了七年半才在今年加入世贸组织 但申请了13年仍然进不了东协 主因也是其他东协国家 担忧遭东地问的贫穷拖累 教宗方济各的到访 无疑是在精神上为这个小国注入强心针 教宗方济各将访问东地问三天 期间除了参访学校 探望身上儿童 还要主持盛大的露天弥撒 天主教会在东地问历史上扮演着浮弱抗墙的角色 东地问1975年11月从葡萄牙独立后 才过九天就惨遭印尼入侵 20年的反战领冲突中25万人丧命 1989年当时的教宗若王保禄二世 也访问过东地问 弥撒之后独立派民众拉起布条抗争 多人遭逮捕 这期间时任当地主教的东地问及神父贝洛 与当时还是东地问独立革命阵线创始人的 现任总统霍塔 极力在国际间倡议东地问独立 两人并共同获得1996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9年东地问在联合国帮助下通过独立公投 却引来印尼烧杀掳掠的交土行动 上千东地问人被杀 基础设施全毁 贝洛主教与另一位美国神父达施巴赫 都曾因当时尽力庇护年轻人备受赞誉 但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考验着现在的教宗方济格 澳洲部队介入评乱 两年半后 2002年东地问终于再度独立 但荷兰记者的搜证调查也随之展开 2022年9月 他报道了贝洛主教至少性侵过两名男孩 而美籍神父达施巴赫也遭指控 曾性侵十多名庇护所的女孩与护士 达施巴赫神父2021年被判12年徒刑 遭到解职 历史学家的美言恐怕无法服众 对于惨遭性侵的少年儿童来说 神职人员的功过绝不能相抵 东地问独立后不久 年仅54岁的贝洛主教就申请退位 到莫三比克传教 2022年范蒂冈方面证实 已经在2020年处分贝洛 限制行动并禁止他接触儿童 甚至禁止他与祖国东地问联络 角总方几个访问东地问 会不会直面这些丑闻 正式承认并给予道歉 仍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台北时间星期三上午九顶 锁定我们Focus的频道 因为将直播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那么今天的距离全美投票日 只剩下56天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他已经到了辩论所在地费城 他先接受了访问的时候说 这个川普的低劣路线是没有下线 辩论的时候可能满口谎言 让人感觉呢 他似乎已经先设定了对手的辩论人设 而川普呢 在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的时候说 贺锦丽呢 跟拜登一样 在辩论会上 人们会发现他们的蠢笨 同样也是先采取人身攻击 川普上辩论台78岁 他的年龄和认知能力 这一次也会遭到放大检视 或许就像上次拜登一样 而贺锦丽呢 必须利用明天的90分钟 让30%说不太了解他的美国人 知道他在重要的税收 堕胎 移民 全球结盟 这些议题上面 他跟川普最大的差距 究竟在哪里 美国独立建国诞生地 滨州的费城 台北时间11号早上 将再次成为焦点 由ABC新闻主办的 美国总统辩论 将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举行 从未碰过面的 两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和川普 在空中相互开炮数月后 终于要面对面交锋 辩论会前夕 副总统贺锦丽 已从他下榻备战的 批兹堡转抵费城 对于他即将面对的 共和党前总统 他这么说 贺锦丽在辩论中 将主攻川普不稳定 不试任 不过对贺锦丽来说 这场高压辩论 恐怕挑战更多 这一次将是 川普第七场大选辩论 比史上任何提名人都多 贺锦丽研究了前面六场 三场对希拉蕊科林顿 三场对拜登 过去六周 贺锦丽只接受过一次正式访问 民调显示 约三成美国人 觉得对他不甚了解 他必须在这九十分钟 向美国人展现 他已经准备好 担任总统一职 拥有19张选举人票的 兵州无疑是大选关键 不少专家预测 今年拿下兵州的人 将入主白宫 两阵营也在兵州 投下摇摆州中 最多的资金 民主党8200万美元 共和党7400万美元 双双撒下超过台币20亿 川普计划在辩论中 攻击贺锦丽太左 太过于自由派 川普这些论调 让外界揣测 这回辩论是否将重演 他2016年 对希拉蕊·科林顿的 歧视性攻击 还是会像6月 对上拜登那样 紧抓拜登政府政策 川普的不可预测性 是他的优势 但也是缺点 不过这次 可能看不到这种场面 因为这回按规定 没有轮到发言的人 麦克风关锦音 投票日倒数56天 大选风向到底如何 威斯康星州的选举 章鱼歌·多尔俊 自1996年 过去七届大选 开票结果都跟全国一致 过去60年 也仅错过两次 是全美最政治准确的俊之一 当年川普赢得大选 也赢了多尔俊 当他输掉大选 在多尔俊也输了 根据CBS民调 赫川两人在威斯康星州 差距两个百分点 不相上下 2024大选 鹿死谁手 且看赫川首场总统辩论 提升文综合报道 星期三上午9点 好 接下来看的是 日本的气象厅 在周一宣布 9月依旧是猛暑 而且本周是要发布高温预报 以前我们说猛暑 恐怕日本以后 要有猛秋这个词了 在这一周还警告日本 北海道以外的地区 会出现十年一遇的明显高温 这个非常罕见 在9月中了 还高挂中暑警报 而日本现在农作物 热障碍已经无法解决 很多绿蔬菜 在产地就已经热到变形 报道当中 有一个就是小松菜牙苗 说是直接热到融化 勉强出货 那么菜价也居高不下 抑制了民间消费 北海道秋刀鱼 近于其解禁 今年一扫过去空虚一买 不论植货量都格外惊艳 华啸港率先缴回成绩单 8月鱼货量出股为2000吨 同比成长约4倍 鱼的尺寸 油脂等条件 也都比去年好太多 价钱更是只有去年的一半 研究机构表示 西太平洋的鱼顺利成长 是今年鱼货量丰富 秋刀鱼总算恢复 庶民美食该有的模样 不过日本民众餐桌上的好消息 目前仅止一次 台子上这些丑东西 其实每一样都好吃 长得不够美 只是因为热过头 小松菜嫩芽竟被热到化掉 农家受访这天 室外温度36度 进到温室 气温指标45.9度 农家崩溃表示 这比去年热了将近4度 蔬菜根本涨不了 尽管农家砸钱施肥 撒药 撑果人不尽理想 收成的小松菜 不少都未能达到出货标准 即便已经入秋 人是猛暑依旧 不只错误受不了 人类也都举白旗 日本指向厅周一发布高温预报 警告北海道以外地区 可能出现这个时期 十年一遇的异常高温 呼吁随时注意防晒 降温 不过医界也提醒 进入秋季 因当心 残鼠重鼠 残鼠バテという言葉で 言われる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 やはりですね 私たちの体にですね 異変が起き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 冷たいものを取ることによって この胃腸にある そういう消化酵素の働きが やっぱり機能低下してしまうわけなんです さらにはエアコンにずっと 長い間いると 私たちの自律神経が うまく働か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わけですね これも体の不調につながります 医師表示 残鼠重鼠 会影响免疫系统 出現食欲不振 排便不順 睡眠品質变差 疲惫感難除等主要症状 為了不让自己被病菌攻击 医師建议 白天高温 因正常防鼠 早晚凉爽期間 则減少吹冷气 喝冷饮 也可以每日泡熱水澡 让身体恢复正常运转 健康的应对 接下来的冬天 TV有新闻 中文报道 好 接下来看東北亚 另外一个国家 是韩国 韩流风靡全球的情况 一点都没有消减 而且最新的时尚趋势呢 是不管欧洲 或美国的奢侈品牌 都选韩流里面的红星 当品牌代言人 认为最能够影响 最多的消费者世代 在去年有30个韩星 受邀担任各个品牌的大使 而现在有一部纪录片 是揭露了韩流另外一面 那么这个纪录片里面的内容呢 放大检视了整个养成的过程 音乐一下 全场动起来 这里不是夜店 而是古巴K-pop粉丝们 在首都哈瓦那的聚集地 他们每个周末都会来到这里 互相交流韩星新讯息 切磋随机舞蹈 开始下跌那些词 因为这些歌曲 都在中国的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 也不相似世界的问题 也不相似我们的社会问题 也不相似我们的问题 《洗脑旋律》搭配 回应当下社会议题的歌词 韩流音乐席卷古巴 让越来越多当地年轻人 对K-pop爱不释手 韩流魅力蔓延国际知名品牌 也深知韩国偶像影响力 不放过背后任何商机 时尚品牌 Tommy Helfiger就找来大事男团 Stray Kids演艺2024秋冬系列穿搭 Stray Kids今年5月才穿着品牌定制服装 首次亮相Meggala红毯 尽管八位成员穿着简约 仍将每个人鲜明特色 展现得淋漓尽致 吸引美光灯聚集 成为时尚品牌新宠儿 不止这一家各大精品品牌 也想掌握流量密码 相继签下大咖明星 韩兴如今似乎成了流行代名词 BLACKPINK BTS防弹少年团和ASPA 韩国当红团体成员 纷纷成为精品代言人 背后原因 时尚数据平台行销总监这么说 如果您回想到COVID 全部都还在靠着 所以 fashion brands 还不能完全有 fashion shows 因为他们不能超过 所有这些年纪人和博士 都在世界上 寒流晶圆变现力 和媒体影响力 甚至高于西方名媛 但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韩国偶像的心酸类 新上线纪录片 真实揭露寒流黑暗面 站上舞台的代价 是多年见不了家人 每天在练习室 买头苦练唱功和舞蹈 至少十小时 极度缺乏睡眠 无论当然男女爱琳琳 也有脂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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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脂肪管理 我们也有脂肪管理 为了在镜头前 能展现最佳体态 偶像们大量运动 和不健康节食是基本 经纪公司为了让自家艺人 保持完美形象 要求他们禁止谈恋爱 更甚至连出个门 都得报备 因为偶像的一曲一动 总是会被粉丝放大解释 我觉得有非常有趣的 有一个真相关系 与爱琳琳和众修 最后的就是 你懂得 生活在你的生命 像这样的 一方面 有个想法是真实的 但一方面 你必须把某些东西 把某些东西放大 这些偶像做任何事 都得小心再小心 一旦犯了错 平日狂乐的粉丝不一定能容忍照单全收 反倒可能进行抵制 像是BTS成员Suga近期就被部分粉丝要求退团 原来是8月6号晚上 Suga进违法酒后驾驶电动滑板车 警方来到现场进行酒精测试后发现 Suga酒测值高达0.22% 这一数字冤超过韩国驾驼调销标准 最高还可除以5年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目前此案已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但Suga退团争议至今原位平息 即使最终经纪公司保持7人组合 防弹少年团过去正面形象也势必受到打击 Q月新闻走不走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明天早上9点钟转播川普和贺锦丽的辩论 明天再会